登錄到 所以啊 第一個當然你們一定要有個帳號 在Adobe的帳號 那 Adobe帳號的話比較麻煩 我發現他註冊還要設定蠻多的 那如果當然 不過其實一步一步的他可能要驗證什麼驗證什麼 反正就把他驗證一下 那我這邊有個 登錄啊 而且我我Adobe帳號也不只一個 反正就多幾個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 這個服務有個缺點就是說 他一個帳號 只能免費讓你 產生一個 APK 等於是一個安裝程式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的話 除非你把舊的刪掉 重新傳 否則的話 他變成 只提供一個免費啦 但如果說你要多幾個可能要付費啦 OK 那我們就把 我就已經 產生一個了 然後我就登錄 登錄之後的話 我把帳號密碼輸入 這樣應該就登進來了 登進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把 我的 這一個 傳上去 那傳上去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比如說我可能要重新傳的話 要怎麼把它刪掉 第一步的話 點擊他 第二個的話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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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話 我記得有個Delete 你就可以把它Delete 要不要 把它刪掉 要 刪掉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他一次只能產生一個 所以如果你有第二個App 第二個App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 前面那個刪掉 要不然 像我是 要不然就再多注冊一個吧 然後我把它 重新刪掉之後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已經登錄帳號了 然後進到這裡面來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Welcome to Adobe的 Fone Gap Build 所以實際上他用的一個技術叫 Fone Gap Fone的話是手機嘛 Gap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一個 他的 算是一個什麼 帶一個 一個勾 意思是他彌補那個什麼 他等於是 幫你把手機 跟網頁做一個橋樑的動作 叫Fone Gap 取名稱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只是說他要你提供一些東西 哪些東西呢 他要你 Upload Upload就上載 一個什麼 ZIP的file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ZIPfile 你只要給他 他就幫你把它轉換成APK 不過特別注意要幾個 重點 第一個 你的APK 就必須怎麼樣 要把你的106App 這個 記得我是把它 我先把它刪掉 那你要壓縮的話 很簡單 按右鍵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7VIP的話 你就選擇加到壓縮檔 然後呢 壓縮格式記得一定要選擇什麼 VIP OK 然後把它按確定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壓縮成功 上傳就成功了 不過 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之前有同學常做錯的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想要注意這幾個錯誤 這幾個可能發生錯的點 你不要犯錯的話 那基本上要把它變成 一個APK安裝程式 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第一個的話 你的那個 一進來的 資料夾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index.html 而且這個名稱 記得不要打錯 也就是上面的名稱 一定要叫這個 它固定的 這是它的規則 也是規則不能改變的 裡面的話 一定是什麼index.html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把我們之前的那個 JQuery Mobile 放到裡面來 這些東西都 基本上就不要變動 好 那這樣就OK了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壓縮起來 所以裡面 沒有問題 然後呢壓縮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就 再到那個Adobe的這個網站 只要做一件事 Upload 這點下去 他就問你說 你的那個 壓縮檔放哪裡 那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 會有一個叫106App的一個 壓縮檔 好 那你可以看到了 它的副檔名有顯示了 而且前面這個是一個 拉鍊的符號 表示說呢 它這個地方是一個壓縮檔 那我就把這個檔案選取給它 開起來 這時候它就 Upload了 Upload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說 你 OK了嗎 它就幫你抓到 另外的話 它裡面 會預設 因為我們的 這個App裡面 其實還少一些東西 包含就是說 上面 那個 這個 網 這個App的名稱 我沒給它 或者你也可以叫106App 這個可以 修改了 那另外的話 其實 裡面我們應該提供一個小說圖給它 讓它變成那個 Icon 可是我們沒提供給它 如果沒有提供給它 它會預設的 就是用一個 一個 它固定那個圖啦 所以未來 假設說 你希望呢 可以 做出 你想要的Icon的話 其實是可以自己去創作的 那至於要怎麼創作 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反正我們先 試著可以把它放在手機裡面 第一件事完成的話 那這樣子我可以達到我們第一階段的目的 那接下來的話 你傳上去 如果沒錯的話 它會出現有個按鈕 你把這個名稱修改了 再來的話按一下這個按鈕 叫Ready ToBeal 它意思說呢 它要轉備什麼 幫你把這IP檔 轉換成這個App 轉換成App 那你按一下它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你轉了 所以你把它 點擊這個按鈕 那跟各位講一下 目前 它支援的有三個環境 一個是iOS 就 那個Apple的手機 iPhone 另外的話 這個是什麼 一個小綠人 這個是Android 是Google的系統 另外的話 是微軟系統 不過跟各位講 那個iOS 目前 因為 可能有授權的問題 所以它目前 iOS 沒有支援 所以你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話 可能在這個環境下 也許要做一些設定才有辦法 不過我想大部分同學 應該是用Google的手機 如果你是用Google手機 就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已經幫你做好了 而且 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 所謂的QR Code 那這個QR Code 你只要掃描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出 所以如果你現在呢 假如說你用你的手機 的那個掃描程式 比如說我現在掃描 比如說我找到這個掃描程式 然後呢 我就掃這個QR Code的話 那它會跳 跳出什麼 它會跳那個 它會跳出 要不要安裝的這個 它這邊會跳 所以如果你們手機 假如是Google的 你就打 找到那個QR Code的那個掃描器 這個時候它會跳一個網址出來 那這個網址的話 你把它點擊 點下去 它會跳說你要用哪一個 層次來開啟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連到我的手機畫面 所以我手機畫面會 那你記得用Chrome來開啦 或是說可以下載 下載檔案的瀏覽器 一般我是用那個Chrome瀏覽器 然後點開來之後的話 理論上它會去下載這個APK檔 這個地方會問你說你要不要下載這個 你就把它下載 它最後 副檔名叫什麼 PG 什麼BuilderApp 等等的 點APK 那你就直接把它按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並且它問你要不要開啟 那你就把它開起來 那理論上 它會出現要不要安裝的畫面 當然如果說你的手機 像我的手機是已經打開那個 就是 未知來源的 或者不明來源的 的那個選項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打開的話 那可能也是沒辦法安裝 不過理論上 你把它設定一下 然後把它按個安裝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是說 會出現一些警告訊息 那我講你一定要安裝 人要安裝 然後把它裝起來之後的話 再把它開啟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它就跳 跳這個訊息 然後 我就直接 直接開起來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 在那個 我們的 瀏覽 我們的那個 就是上面 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時候是在手機上 而不是在我們那個 Dreamweaver上面 而且你會發現 點擊的感覺 又會比那個在 我們的那個Dreamweaver裡面 感覺更好 為什麼因為感覺更流暢 不會說KK的 而且它底下這個 這個Netbar 它不會說像剛剛會卡卡的 它不會 而且它這邊下一頁下一頁 其實感覺也蠻好的 上面的話 它那個 馬上 上面的 如果你那個 布景主題 顏色 如果設定好 的話 其實感覺起來 並不差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做一個手機App 大體上這樣就OK了 那你將來怎麼樣 直接就把這個 QR Code 把它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複製圖片 直接放到 PPT或者Word上面把它列印出來 讓人家掃來就可以了 人家一掃 然後裝起來 別人的手機上面 也有你做出來的App OK 其實我想這樣已經算是還蠻足夠了 當然 後面其實還可以讓它更好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上面的小說圖 還有上面的那個文字敘述 有沒有 再加強一下 那這樣做起來 我覺得 雖然沒有100分 但至少 你已經可以做出App的這樣能力了 另外的話 如果將來你的履歷表上面 如果有QR Code 上面也可以把你的相關的東西 包成一個App的話 那當然絕對有一個亮點 比如說你的履歷表 其實履歷表如果大家都長一樣的話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甚至不如你 可以把你的履歷表 做成一個手機App 然後以後的話 如果你去 應徵或面試 或面試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請對方 你乾脆 小一個QR Code 然後請他安裝你的App 這樣的話 我想對方應該會對你 你這個人 應該會非常有印象 因為跟其他人比起來的話 其實差異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請各位試著 把 剛剛你們做的 106 前面的App之外 還有 那個什麼 你們的那個 變化題 也許可以把它試著 把它上傳上去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 這個 這個網站 Fonegap這個網站有個缺點 就是一次只能傳一個 所以如果你傳了106App的之後 你可能就沒辦法傳那個變化題 那 怎麼辦 不然你就傳變化題就好 106App就不用傳了 你就傳那個變化題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已經傳了一個 下一個怎麼辦 怎麼重傳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已經傳了一個 你要把舊的刪掉 才 才有辦法傳新的 那 除非好像要註冊吧 它版本 它版本只有英文 法語 日文 沒有中文 沒辦法 那如果你要把舊的刪掉的話 記得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我剛剛示範的 1 點選 這上面的 這個名稱 這樣沒改了 然後2的話呢 找到底下有一個 叫什麼Settings 這個地方有選項 3的話呢 記得喔 你可以把 這個 卷到最下面 這邊有一個Delete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再做一次 1點選什麼 這裡 1 2的話Settings 所以1 2 3的話就Delete OK 3就Delete 3Delete 這樣的話呢 這個App 就會歸零了 就等於是裡面沒有任何東西了 那你就可以重新再傳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重新傳現在 沒有辦法傳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記得重新整理一下 刪掉它之後呢 記得最後重新整理 所以 1 2 3 然後重新整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又會跳出原來的畫面 讓你重新upload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測試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打包了 我是覺得 目前設計App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單的 而且這個方法做完的東西 甚至你要把它上架到那個Play商店也沒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給各位看那個徐志摩 其實就是用這個方法做出來的 所以其實還蠻多啦 之前有同學做的還蠻好的 我甚至會想說 征詢大家的同意 甚至幫你們直接幫你們上傳到 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Play商店上去吧 或許 不過上面就掛你們自己的名字 對 以後的話你也可以 自己載到Play商店去搜尋那個App 然後以後的話可以把那個QR Code 直接就加到 你的履歷亞上面 我覺得至少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亮點 至少就是說 未來 你在畢業的時候 哇原來中語系畢業生 這樣也會做App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眼睛有亮 OK這應該是 還蠻值得一提的啦 OK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地方 先註冊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試著把你們之前做的這個網站按右鍵 把它壓縮成ZIP檔 OK 然後再把它上傳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著把你自己做出來的那個App 把它裝在你自己的手機上面 如果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手機上面 裝著你自己做的App 我覺得應該 會還蠻 蠻 蠻愉快的吧 因為這邊也是自己的創作 好 那以後當然你要值得一提 我講過啦 其實很多東西 真的眼見為憑 比如說你曾經學過什麼啦 做過什麼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把那個東西 讓人家很快呈現出來 看到結果的話 那其實很多都是空談 所以其實 最重要的話 還是可以把那個 你之前做的 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 盡量多一些 衍生吧 盡量 不要做得太陽春 我當然其實蠻希望說 從你們App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景點吧 上面也許 除了文字之外 也可以放一些圖吧 放一些照片 讓人家感覺 這上面 如果 其實現在 旅行業 慢慢也走向那個 虛擬 走向一些 比較數位的 所以未來 像 導覽 像那個導遊 這個導遊 可能也可以用數位導遊吧 然後 當你出發之前 直接叫你安裝 那個App 然後呢 有些東西其實訊息就在上面 有的時候甚至根本不用導遊 上面就有了 當你到某個景點 它自動跳出 某些訊息給你就好了 這樣的話 其實導遊 就不見得一定要存在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 PhoneGap網站上面註冊一個帳號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試著把你的那個App把它上傳上去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將來 你如果上傳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就會有一個 APK檔 所以將來的話 我要請同學要繳交的就是APK檔 將來當然呢 除了說可以從手機掃QR Code之外 其實呢 你也可以下載這個APK檔 然後呢 可以放在某個地方 反正手機能夠抓得到的地方 其實就可以安裝了 好這裡請各位試試看 不過 前提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註冊一個 這個Adobe的帳號 我知道 好 我可以打開 好嗎 沒有 我可以打開